自慰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 就让我们一起享受 属于你我的有些时刻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自慰下午茶 又到了喝茶聊天的时候了 今天做个节目的这位嘉宾 他是一个叫非职业的职业演员 然后也是一个为了梦想 非常勇敢追求梦想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还就是说 所谓的就是追求梦想 不怕任何事件 他都敢于追求梦想的这么一个人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名字叫哈利 你好你好利亚 谢谢你 终于上了你的节目 非常期待 哈利是我以前 曾经我们电台有拍过一个舞台剧 对这个螃蟹的 然后他是在里面的一名工作人员 那么自从我们拍完这个舞台剧以后 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对吧 对对对 蛮长时间 对但是他依然活跃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后来我就发现 这位叫哈利的朋友 就开始有很多的变化 你就发现说 他就开始做演员 然后他就开始参加很多的拍摄 然后你就发现他好像越来越多的戏 越来越多的表演在找他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想说 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让你在这个演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你以前是学演员的吗 哦不是我原来不是 我可能是属于一个比较爱捉的人吧 或者说是应该说是 还有就是说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种 爱捉的人啊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很捉吗 因为毕竟就是说 在这个年龄 我觉得好多人都已经把梦想都放弃了 所以我这么去做这种 就是有点 其实蛮难的事情的话 觉得有点做吧 就是蛮难 就是因为我们只要 就是所谓的 就我们一听到就是您是一个演员 不管他是谁 他不是小子丹 针对你 只要我们对他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们都会觉得 哇好 有点捏把汗的感觉 哎 这演员的就是人家不好做啊 对对 就觉得说挺有勇气的 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 就是在这个年龄 你介意透露你年龄吗 反正我没有 我不介意 我是大气晚不成的 45岁的哈利 我1977年出生 所以哈利是在哪一年 去开始追求你的演员梦想 其实我是从小就喜欢 但是我从小那个喜欢 一直到就是大概的几年前 我几乎就没有去真正的演过戏 然后在真正开始连续的演的话 是去年的8月份开始的 到现在大概半年多一点 也就是从44岁开始 然后以前喜欢 有可能喜欢看别人演 对吧 只是喜欢 我没想到自己会去演 那你当时参加的第一部影片 是怎么迄今的 怎么让你去的 我这个 比较没有自信 比较自卑 所以的话 我总是希望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条件 我才能够去参与一个 自己觉得 哎呀 蛮想做的事情 哪怕是很想做的 所以我在参加拍摄之前的话 我是做制片 因为电影是我喜欢的一个梦想 或者一个行业 那作为制片的话 他是幕后 那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进去 那我就从最边缘 最底层开始做制片 慢慢就熟悉了 就跟整个 大概也经历了两三年的 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就跟整个环境 就感觉舒服一点了 然后也有导演认识 然后有朋友 很多这方面 然后就比如说 遇到某个演员 突然有事情演不了了 我觉得我大概是 差不多那样的机会 就是有一次 我觉得我是没什么戏的 就没什么机会 但是他要我演 那我就不管了 就不管是什么角色 我都去上 就是感觉已经 温水煮青蛙 那种感觉 我就已经被 没感觉了 虽然是 可能会是蛮大的挑战 但是感觉还舒服 就开始 所以你知道 中国大陆有个非常著名的演员 叫林雪剑老师 对 他也是大器完成 然后他也是 就是一直在就是他是B绝C绝那样的在画角 那他也是在这个舞台后面看别人表演 然后等那个A绝的时候突然一下那天生病了什么 他一下就上去了 然后他就出来了 所以你是要逮这个机会 终于捡到了一个 所以就是从就是你说去年开始入这一行 那么实际上你主要的时间 你没有说一直是就是等着拍戏平常什么都不做 还是 我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所以也算是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一旦有戏拍的话 你可以放弃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 对对对 我基本上差不多可以这么来安排 因为毕竟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什么片子嘛 如果是拍个几个月 如果有我也愿意放弃 但是目前基本上就拍个几天 所以还好处理 就是家庭啊工作的事情都还比较能处理 能平衡啊 对 那么就现在参与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片子 就比如说拍几天的 现在多数都是短片啊 学生的短片 毕业作品啊 和一些独立片 嗯嗯嗯嗯 好 那么在你拍摄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什么是比较难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拍摄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说 你没有说被导演就要求演好多次都不成功的 不过的 我觉得对我对于我来说 演戏的所有方面对我来说都挺难的 你看从语言方面 大家观众能听到我的声音啊 其实我的语言就不是特别好 一个是语音啊 就是国语也是不是很标准南方人 然后包括说话要说得快啊之类的 我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障碍 那只是就是说一点点去克服吧 一开始我选择角色或者说让我敢去演的话 基本上跟我的人本身的性格比较接近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这人说话就是慢 对差不多因为但当然就是经历了拍了一段时间 拍了有蛮多片子之后就有去想去挑战的那种勇气了 就觉得总演这种还是有点不够有突破 所以的话是敢去演一些稍微能够有一些挑战的 就跟自己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拍了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你刚因为我刚才一转然后你说完 给我吓一跳你知道 在我面前的这个Harlene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诚恳 然后呢戴着眼镜然后呢有点害羞的一个男生 那他刚才说了一个他演黑社会老大 所以当时你去选这个 Marian 是怎么就同意了呢 我主要是经历了一段学习的过程 如果一开始就让我演这个的话 我觉得几乎就不可能 就是放不开 那现在就是慢慢的话 觉得拍戏就是你 其实你就不用管周围的人 你周围那个组里面那么多人 如果你都去在意他们的话 那你根本没法演 你就想象你 对这个角色是怎么样 然后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联系 然后最好你能变成是这个人 那可能就说 我演的黑帮老大 不是那种特别夸张 那种狂的那种 但是我可以是 成为我这种的黑帮老大 就跟我又有一些关系联系的这种 后来你是怎么处理 这个黑帮老大角色的 就还是没有说太过 跟我没有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 黑帮老大 他很多也是那种慢条思理 或者说他甚至显得就是并不凶 也不那个 但是他在某个时候 他会给你一种就狠的精 对 我特别同意你的这种理解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看那种 比如说一道黑帮老大 或者都是满生物很厉害很凶的那种 对 实际上有点脸普化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看一个平常看着非常普通 或者是很温和的人 突然有那么一个狠劲出来 现在有人下来 对对对是这样的 因为人生百态就是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 你不是所有的黑帮老大都一样 所以当时那个表演完的以后 导演能评价你 我在试镜的时候就还很意外的 就是他觉得我不错 然后就一直在等另外一个角色的确定 因为我是等于说是一个supporting的role 那那个主角是一直没找到 但他那个制片和导演就跟我说 你基本上就还是定了你这个角色 但是我就这个还没定 就主角还没定 就一直在等 然后再等到选到之后 就跟我再一次那个看看那种 有没有很好的化学的 什么反应 chemistry 然后最后确定了 还是不错的 对还挺好的 那你当时就是对这个黑帮老大的这个设计 因为他有设计 比如说说话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声音啊 或者是那尽管他是曼迦斯里的话 是跟你平常说话不太一样呢 嗯 我没有特别的设计 因为当然导演他会有一些设计 那我会听他的去安排 因为这个东西 从画面上可能是他有他的想法 那从人物上的话 我更多的是去理解整个剧本 对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他下一步要干嘛 基本上这些东西你捋清楚了 你就有有你的那个行为 有那种 行 那我们现在请利用黑帮老大的语气 告诉听众朋友们 我们要进广告 大学 这个这个我觉得更难 来 广告来吧 好嘞 哎呀 这么多文字了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谢谢